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 直到大夫也中了尸毒 没办法 谁叫我是一个热心肠的邻居呢 我只能抓僵尸给大夫送去 但是却受到了植物的阻拦 好家伙 大夫变异了 我身为他的邻居 总不能让他吃活人血肉吧 那就只能给他送僵尸了 但是这些可恶的植物 竟然不许 那就是说 这一关咱们只要让僵尸进家 给大夫吃了就行了吧 啊 我的血腔小豆怎么没了 这一关你们可以看到 僵尸是会掉落小阳光的 这这些手太厉害了 一枪一个必须干掉它 你也当阿姨妈的二姑父的三叔公 我记得我好像是一个圣顿兵车吧 它还没变红呢 你好歹也虐一下周围的植物呀 糟了 这连一条路都突破不了吗 家门口还有个水槽呢 谁咋可以拉三次僵尸 想僵尸进家很简单 只要来个巨人僵尸 直接丢小鬼丢进去不就行了吗 你爷爷的奶奶的爷爷 你往哪儿丢呢 这哥们被撤反了 背叛我的人 我是不会让他轻易离开的 哪怕是自损一千 伤敌八百 巨人这小阳光 我是一定要拿的 这白眼不行啊 身板太脆扛不住 好好好 红眼来了 这下红眼的把小鬼丢进家吧 搞什么飞机呀 有人我不一定报 但有仇我必报 三鹿座花木羊堂 你等着 哎 鸡哥 我说 这鸡哥往前面开始打呀 那是鸡哥废了 可惜了 二爷遇到了二连窝光 不过后面有这么多自换姑 二爷好像用处也不是很大 啊 这么热的窝瓜都能被打死 哎呀 这鸡翔来的太好了 直接可以把三鹿打穿 看这僵尸进家除了大夫叫了一声 也没通关啊 难道他吃的太高兴了 忘记给我过关的吧 难道说这一关 他是想让我打掉所有职务 或者说干掉后面的水槽 你们不懂啊 雪千兄弟可是个好东西 如果说植物当中有巷子葵 那么僵尸中就有雪千兄弟 好好好 这个巨人可来的太好了 但是有个问题 咱们没阳光了 水槽又不拿巨人 这可怎么办呢 哎 小鬼拉了 咱们还有62阳光 相当于只能放一个僵尸了 不是 这一关到底怎样才能过关呢 他不会真要清空场上的植物吧 那咱们没了呀 我却 这也能蓄一波命 天哪 这个时候来五王僵尸 那现在咱们就只能放两个僵尸了 评论区随便挑一顿来 都过不去呀 但是好像还是不对 怎么通关 怎么通关啊兄弟们 你说要清空场上的植物吧 这四路的即将是的 我们没法清空了 是吧 因为我们没有阳光了 你说要清空水槽吧 还可以 咱们一路有四个僵尸 水槽只能拉三次 新鲜的人肉 你有病